接著我們請五黨團結聯盟黨團發言 請準備 好請問準備好了嗎 好請五黨團結聯盟發言請計時開始 好謝謝主席 市長各區處所長各位議事同仁大家好 首先剛剛看到議員在執行聲量也蠻大的 本期可能聲量比較少 市長您要注意聽 在整个纾困 我们看到渔会的会员 在我们农委会是有补助一个月1万 针对这样是它最高上线 是3个月等同是3万 为何独中渔民 我们农民朋友一直在问本席 所有的全国的参加农保有107万 包含实际工作的农民人数有300多万 为何只有农业这方面没有一个纾困补助 还有就这方面也包含农业 我们看到休闲序幕渔业 都有在旧待案 都有一年免息的一个政策 是不是农委会忘记农民的存在 本席在这边也借着一世殿堂 呼吁我们农委会 我们是不是要一体试用 包含农民的农保 包含农民在旧待案 一个免息的一个政策 希望我们市长 以及相关我们农业局长 在这方面能够多以琢磨 不要让农民觉得在选完 以后对农民的重视 普遍不足 还有第二个 就是说我们看到 现在包括花卉 畜牧 水产方面 农业方面 蔬果方面 都是普遍下降 因为外销量 在中国大陆 以及新加坡加拿大 普遍性因为疫情的影响 也希望高雄市政府 有一个因应的对策 包含对我们公有的 高雄市 公有的果菜市场 肉品市场 还有鱼产市场 这方面的手续会 是不是建议中央 能够来补助免收市场的手续费用 以上请市长答复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朱信强议员 这么关心农民团体 的确 市政府这边对于 我们农民的权益问题 还有农产品外销的问题 销售问题 我们非常的担心 也非常的关切 那事实上 农业局这边的措施 在国内的通路部分 我们已经上了 高雄市首选平台 那结合 还有其他相关国内的通路 推出类似像一日农夫啊 这些体验活动 还有我们媒合的很多企业 以及团购高雄市政府 我们高雄市所土产的一些水果 这些方面我们都来一支 协助农民团体 希望他们能销售好的价格 那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去年的外销非常漂亮 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今年我们很担心 但是还是有相关的外销 还是持续在做 只是我们很希望能够达到去年的成绩 这一点跟朱信强议员来报告 那至于农委会帮助农民补助的一个月的一万块钱 那我们是觉得农民团体 肚子朝地 背朝天 几十年的耕种农地 希望农委会能够从宽考量 农民 农业 农村 现在面临到非常大的困难 听到您所咨询的 我想我们心里面 对农民的关切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希望 我个人 我们也会透过农业局的 向中央农委会来反映 我们高雄市农民 目前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是非常的困难 能够希望中央能够大量来帮助 在这段困难的过程 协助我们农民团体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市长 刚才看到你的报告 有该补助的 第一桌的 或是计程车业 运输业 旅游业 都已经有了 可是 目前桃园有针对 接送切诊人员的第一线 消防医护人员 有提出 编列奖励金 提升 基层 警消 的士气 请问市长 你这个 针对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思考一下 要不要激励一下 我们第一线的 宏护人员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就是另外 针对 公务人员 若是因工 需要隔离 我们市政府 有没有 腾个地方 出来让他们隔离 当然 不包括 金 警消 就是针对我们 事务 团队的 公务人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 是针对 学校 现在疫情 如果没有 那个 海经的事故 应该是 疫情比较趋缓了 市长 是否可以叫教育局 把学校 所关闭的 户外空间 可以 定期的开放 定期的开放 比如说 你开放 星期六 星期日 然后星期一 再消毒一下 让市民 有足够的空间 运动 运动 也是防疫的一种 以上是本期建议 请市长 简单的回答一下 谢谢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 三会议员的咨询 特别跟您报告一下 其他县市对第一线 医疗人员的感谢 还有奖助金 奖励金等等 我们各国市政府 也愿意从善如流 我们能够 给我们第一线 医护人员 更好的照顾 我们一定乐于做 这是您关心的 第二点 同时要跟三会议员报告 刚才 民进党执询的 那个 黄议员执询的是错误的 我们是两场 除了民间防疫小组 来跟我们谈话之外 前面还有一场 就是高雄市的医师工会 高雄市的中医师工会 高院市的牙医师工会 李市长 联合来拜访 做谈 他们提出 他们心中的担心 以及他们工作上面 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等等 我跟我们的卫生局长 跟他们一起谈 那个时候我们就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因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的确是非常的高风险 所以我们才在想 怎么感谢他们 我们是不是第一线的人员 加上市府的海洋局警察局这些 总共加起来 第一阶段 帮这些高风险医护人员 采取自愿性质的 他们来做这个 这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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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做检查 市政府来付这笔费用 但是刚才我很遗憾 就是上述黄议员资讯的时候 他们没有讲到这一段 我们是跟医师工会面对面座谈 他说他们回到家 他们自己也有家人 他们心理压力很大 我们才 我才跟卫生局长讲 我们怎么感谢他们 还有市府的同仁 我们怎么来感谢这些 加起来将近有八千多位 合起来 我们分两阶段 因为我们是心存感谢的 还要报警中央合备 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封城 我们都是做社区的演习 我们很怕社区感染会扩散 针对学校的部分 这边教育局来评估 本来本土疫情 如果都是一直驱零的话 缓和下来 我们也很乐意 包括学校开放 文化局所属的 一些相关的展馆也能够开放 只要疫情能缓和 我们非常乐意这样做 可是今天一看 又增加势力 而且这势力让我们警惕的是 他们前面几次的采样都是因 后面再转阳 那这让我们害怕是说 会不会遇到一些 没有症状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超级传播者 一直不停地在传染周边的人 我们很担心这个 但是我可以跟社会议员保证 如果本土传染一直始终是零的话 我们跟教育局这边协商 让学校的空间可以开放 让社区的民众使用 我们非常希望如此做 只要疫情能够安全控制之下 非常乐意这样做 至于公务人员 谢谢你 关心我们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目前为止我们有防疫旅馆 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公教人员 可以来进驻 那这一点 以上三点跟三会议员报告 谢谢 谢谢 市长 我们的大家长 副议长 大家辛苦了 我们府会的团队 一直为了我们市政在努力 我们五党联盟 特别于我们副议长的领导 以及我们市长的领导 特别的在这里肯定一下 另外我们五党联盟 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后疫情时代 我们的地方经济怎么带动 那有前几天的我们的钱贵 KTV的大火 以及我们民医 赖院长的一个家属的火灾 以及我们刚刚民进党 总召关心的我们的大辽的 这个汇气物处理厂的一个火灾事件 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后疫情时代 我们的经济怎么样来努力 那有关我们大林埔 我们的新循环材料园区目前的进度如何 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所有的工厂的一个用地的取得 以及我们两万多户的居民的一个迁移 一个大的一个影响 那有关于这个工业安全的一个防患 以及新材料园区的大林埔千春案的一个进度如何 请市长简单的答复 谢谢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我们春京议员关切 现在其实我也是非常担心 我们很多事情都采取了超前部署 包括一级的开设 之后所有市政府的人员调动 然后整个卫生局从大年初一到现在都没有休息 我们整个都在超前部署防疫 防疫我们基本上全力来 做完之后我们就要担心经济问题 还有劳工 权益的问题 再来担心的是治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四月底 我们就开始实施了平安演习三个月 现在问题就是你的重点 将来疫情过后我们经济怎么恢复 我想我们经济恢复一样 不拖两句话 人要进来 祸要出去 所以为了要人进来 前几天我去看了桥头科学园区 也看了大发科学园区 人物公园区 我都去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 我们很大的一个重心将来要放到桥头科学园区 它如何招商引资能够空前的成功 所以我如何让人进来 也跟李孙金议员报告 去年高雄市来考察高雄市的投资环境 的工商团区 非常地多 非常非常地多 很多企业航号对高雄都表达了 想来看一看 有没有投资的机会 或者直接来投资 包括日本最大的建设公司 都已经来了 那因为这个建设公司得到市政府很好的服务 现在另外一家日本建设公司又来了 那我就不把他们的名字讲出来 那我们一路帮他们服务 他们非常满意 不到两个月 就基本上他们申请的执照都下来 所以他们觉得公司政府的效率非常地快 非常地有效率 我们现在把这些条件做好 那针对整个将来的招商引直 一个治安 我们平安演习抓好 再来交通 今天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到高雄考察 一个爱情摩天轮 早上下午 就是高铁下面的道路 我们如何把高铁下面这个道路 整个把它建构起来 跟台南来接 这个对钢山 格雅陶 将来的影响非常地巨大 所以我们未来 今年我们是创全台湾最多 我们48所中英文双语学校 我们要在蛋白区 我们现在正在考量设置一所 从幼稚园到高中三年级 15年一贯的双语中小学 在蛋黄区 我们也要找一所 加上48所的双语 明年预计96所 自然抓好了 交通规划好了 教育办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张开双臂 尽量招商进来 所以我们在蛋白区跟蛋黄区的教育环境 我们一定要做好 这个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到了最后的锦罗密鼓阶段 我们相信疫情过后 高雄市就要开始重新接受新的挑战 如何让更多企业界来高雄投资 这是真薄 我当市长我很清楚 卖水果 卖水产品 不管卖了多少 它整个占经济产值不高 可是对农民渔民很重要 但是对整个高雄市的经济 最重要还是招商引直 这一点 跟李孙金议员来报告一下 市长请针对新材料园区的进度 现在 市政府掌握的状况如何 大连浦 现在大连浦 这个新 我知道 现在二节二环评已经通过了 我们现在安排千春正在进行中 特别跟议员报告一下 好谢谢 对不起 时间请暂停 因为目前距离我们上会的时间 只剩下几分钟 那今天的议程 就延长到国民党团发言 完毕 再行散会 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 好 那我们就通过 好 那五党团结联盟请继续发言 主席 还有副市长 还有副市长 各位局处所长 各位市民朋友 刚刚提到 就是 你还要去桥头工业园区 然后很多人要招商 我还在这里跟市长 很在提醒 这一次的疫情 我相信网络大家看到 就是整个 我们整个对环境 反而因为这次疫情 地球反而得到休息 反而很多反省 我们到底要发展哪些产业 有没有过度消费 有没有过度工业化 这个是 这是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 忙 不去这些最大行的 不要忙忙忙 大家要救很多事情 要救好多人 但结果要拼经济救 忘了 那个根本的问题 所以桥头工业园区 我们这次有议题 有提到 有关怎么 有机 跟有机农场 30公尺有冲突 怎么去协调 他们能够共存 那能够共存 就是你要把经济 又要经济 你不是要来 我现在散到大批地 要来 我都都动这个贵宾 不是啊 它是不是高产值 它是不是低污染 低排碳 它的用水 用电水 有没有做循环的计划 电自己 有没有绿电的计划 它当然要增加这些的 所谓投资成本 它合不合乎 它的产业成本 不合乎 表示它的获利相当低 不是来投资 就是什么 既然市长提到的 有这么多产业要来 很热络 就好好的 惊人家 我觉得这个才是 要提醒 市长这件事情 有跟桥楼工业园区 因为我们有去过好几次 南科 他自己讲的 这个是上面硬交代下来的 他们的专业评估 是不合经济效益的 自长率就有38点几 他们至少都要5、60% 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 政治性的一个思考 多于经济的思考 当然经济我们希望 有很多的产业发展 但这个部分 请市长在 接受这个厂商来的时候 问问它的产业特性 附加价值 它的环境 负担到底多少 这个是一定要把它放在里面 第二个也当时提到的 我们在谈到的是 现在要求的东西 太多了 地方政府 连中央都做的 不一定能够满足 何况地方政府 但我们地方政府能做什么 那我在这里提到 现在的中央有提到的 国民党希望提到的发现金 也有提到以前的 比较以前 马英九十大消费券 那现在民进党的政策的 coupon券 那今天最新的办法 1000块 送500块 50%原来是25% 但是还是电子支付 低收入就直接给1500 就直接给现金点数 有修改了 这些方案各有优先 发现金是好 流通性最高 但是可能拿来储蓄 不一定消费 消费券 有时候是全国的 有时候很多去百货公司 去save 反而地方政府的小农业 是没办法受益 coupon券 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它有陈述效果比较强 但是因为你要消费 所以使用医院相对比较低 那所以说我们地方政府 能做什么 电压没那么多钱 中央多少钱 111亿 在做这些事情 以前的消费券要800亿 我们地方政府 打PPP要如何 我在这里再次建议 还是一样 这个地方货币 这个讲货币 其实它不是钱 但是它是有点数 有购买的 有很多种形式 针对疫情 真的是政府 我知道现在都很忙 对疫情 但有些单位 真的要静下来 严考会财政局 要静下来 去想这件事情 跟监发局 借三种的点数 就是可以强化 它是在 我如果发点数 你直接去小农 买可以飞 连锁店 传统市场 夜市 商圈 真正能够照顾到 这些产业 促进他们的消费 而且我们是永续经营 我是借疫情 我来发点数 当然点数要准备金 那不是一次发 疫情过后 还可以持续发展 这个才是一个 永续发展的一个思考 不是头痛一脚 脚痛一头 不一定有用 之前刚上任之后 也有人提市民卡 可是闹一闹 事情过 就算了 就没这件事了 这对城市经营 不是一个永续 当然不是以前的方案 就是好的方案 可以再修正 再思考 不用仓冲处处 人家来介绍 我们就用 也不是 要好好来讨论 这些东西 不是鬼的魔豪 那我建议市政府 编列 所谓的消费点数 这个点数 当然是可以换现金 但是 你用点数 它不一定会 我们希望造成它 点数能够流通很多次 再回来 而不是一次 就是现金支出 所以对政府来讲 负担不会那么大 那透过市民卡 来发行 那民众申请市民卡 取得点数 可以在高雄消费 达到地方索困 那因为永续 它以后也可以用 那以后市民怎么样 有些我来高雄 那是高雄理券 模式 我来高雄消费 我可能买五千块 你买五千块 我送你一千块的 做公车 做轻轨的点数 一来要消费 给他送你点数 购买意愿 他买了 就是要这边用 他不用 他退 也可以 退八折 这个地方货币 全世界很多经验 可以参考 那这样的话 借由疫情来建立 这个机制 但是这个点数 你看中央库的预算 是一百一十一 高雄如果二十一当准备金 那你现在没钱 没有错 高雄没有钱 这个财务杠杠 不是乱用 是我们用平均地钱的土地 要在售的话 你跟高雄银行贷款 我用这个土地 我也没卖 要卖也没关系 本来平均地钱 重化地本来就要卖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那议会也会支持 你提出来 那银行借钱 现在利息很低 所以政府在借钱 0.6 0.5 现在可能更低 几乎是现金 是等于 没有成本 没有时间成本 没有利息成本 接近了 所以我用点数 当准备金 我发点数 所以这些点数 我有现金当准备 可是点数出去 也不是出去一点 他就回一点 就给你换现金 出去21点 可能回过头来 只有5亿 只有3亿点 这么真正的现金压力 可能只有要支出 只有3亿5亿 那这些有20点 再重新 它有陈述效果 20亿可能产生 可以3倍 5倍 它的陈述效果 那所以说 你要有现金准备 不是 不是这点的 临时性 上市高雄 点只是三个月 我只有50万 用完都没有了 它没有永续 所以说好好去建立这些东西 不管是平均地钱 或停车收费 交工罚款 现在你们电子 现在网络在传 48个电子收费 增加电子收费 我告诉你 今年的罚款收入 增加个2亿 跑不掉 那这些没有编列 那这些没有编列的 编列都可以当准备金 一方面也就在 也就疫情的经济 那第二个 我会建立一个永续的发展 那我讲的 如果要永续发展 我建国先发行 但是百姓要来高雄或市民 我自己也可以买点数 我买五千点 一千点支持高雄的消费 我只能在高雄消费 那我买的时候 有什么优惠 政府会送我什么 公车点数 轻轨的点数 现在 我投资一百多亿了 我每年投资十亿 补助公车 现在是没人这个 都低于一半 我怎么去 不只是旧而已 还是变成永续 那你来高雄多买消费件 我让你送过公车点数 不是完全免费 它还是有义务 它会不管是在地人 或者外地来高雄观光 它很乐于买这个点数 那就会支撑这个系统 可以对高雄地方经济的 一个再循环 这是一个 我想这个案例已经很多了 不管是瑞士 英国的Britz 都是已经有了 好几年了 所以说 这个技术 我也问过一卡通 也问过LiPay 都是不是技术问题 是政策 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有没有这样的思考 我想这是一个 借由这个电子支付 也可以高雄赶来发行 借纾困 建设电子支付环境 我迈向我们 后疫情的时代 那最早 大家也可以Google一下 瑞士最早 传统的一个地方货币 它为了对抗大环境 跟我们的疫情一样 也是当时 也会来到时候的 不管是疫情 或经济环境的大衰退 他们怎么照顾地方在地 不受到世界经济的循环的影响 最近一直发展到现在最新 它也是变行动支付 就是说那个逻辑是两套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地方经济 怎么它的意义 地方货币的 对地方经济的优点的建制 这是一个议题 那至于工技是资本的 传统资本 还是电子支付 就看现在的进度 现在科技的进度 可以电子支付 所以说你看他们的传统的思考 到现在还可以再更进 表示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说我在这里建议市长 就说 我厂长讲 当政的人很没用 不管是市长 副市长 局长 每天要面对很多 所所税税的事情 民意代表的建议 或者很多突发状况 很难有时间思考 不好意思我们民意代表 比你们更没用 更没用 我们那边自己要静下来想事情 可以帮市政静下来想事情 这些我们也想 也不是今天突然想的 想了一年 想了两年 再修正 再修正 再提案 我希望借到这个疫情 我们不能应急 这是在房灾 房灾后 怎么建构比较 透过房灾建构比较长的 包括刚刚提的经济发展 对不是 出贵是这样的哦 大企业都来 然后污染什么都是我们负担 环境我们负担 税收 现在财政税收 我上次讲过 他在投资多少 营业税贡献一点点 他的所得税 盈利事业所得税 他的营业税 他的货务税 还是中央角 所以中央把这个产业丢在这里 他只看他的中央税收 他不会看你地方的环境 地方环境要靠我们自己顾 所以说市长这些厂商招商我们都很欢迎 但是好好检验这些厂商 他的本质 他的获益性 他的环境成本 谁来负担 他愿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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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 这样的环境成本 比我们现在的什么工业区 我看那个又有AI 敲锣工业区 还有什么 还有航太 航太不是人物四四五公顷 刚做吗 还没满了吗 乱倒 你都不知道 黑白倒 倒后 这个是用臭的 桥头在我们看来用臭的 那反而是怎么地方农业 在一个农业区的工业区的整合 现在你们正在说明会 我觉得那个才是高雄的本业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把传统的产业 在地的产业 去扶植做好 把环境做好 把产业做好 可能更重要 所以说不要慌了 不要因为经济 这些东西就慌了 那我们知道市政府 面对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在我们做得到的部分 都愿意来支持 所以说我们建议 回过头来 希望这个疫情之后 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复苏 用点数 包括创造电视支付的一个环境 透过地方货币的一个 促进长期的地方经济发展 那最重要 同时带动我们大众运输音量 否则你看我们支持 黄线一投资 一千三百亿 到时又没人在这边 都是一样的意义 我透过一个政策 当我们一个政策 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政策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就尽量采用这个政策 请市长可不可以打会 跟这桥头 跟所谓的地方货币说明 请韩市长简单答复 非常感谢五党集联盟的咨询 也谢谢吴亦正议员的咨询 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咨询 值得我们反省跟深思 例如这个 因为你咨询的太精彩 我刚刚不小心把口罩拿下来 我才戴起来 对不起 我们这个货币 如果一试用20亿的规模 我担心数金额太大 但是我们愿意尝试 有没有办法 稍微低一点点的金额 刺激我们高雄市的消费 你提出这个是一个 非常前瞻性的一个思考 让这个钱 花费之后在高雄市消费 使得高雄市的各个商业圈 能够繁荣起来 同时照顾到大众运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 我跟议员这里保证 我们一定会研究 第二个针对所有未来的招商引资 将来也没办法高价值 低污染 这一点 我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注意 也跟议员来报告 第三个跟李孙金议员 再补充一下 我们大林普进入是二阶环品 目前正在千春之中的计划 我们正在进行 我知道李孙金议员非常关心 我们大林普的特别补充报告 非常感谢 四位武党级议员 这么优质的一个咨询 市政府这边一定会参考 刚才所提到的 而且真正的会认真的去思考 如何在疫情过后 刺激高雄的经济 除了外来新的投资观光客之外 我们这里本身 能够让各行各业 得到一定程度的活水 跟经济的刺激 跟经济的刺激 大量的尽可能的消费 我想市政府这边一定会 仔细的来研究 非常感谢 那五党团结联盟联盟 咨询完毕 我们请范之清议员发言 谢谢主席 这个聪明的裁决 让我这个不参加任何党团的原住民议员 有一个机会 来趁这个疫情当中 来求教我们市长 以及几位长官们 你们辛苦了 那近期的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百姓居民们 都已经感受到市政府 在这个部分的努力 上次市长 以及各地方的政府都很用心 所以首先在这个地方 极肯定跟感谢 那基于原住民的议员 我当然也要表示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以下有四个方向 那待会就请市长 或者是负责的几处首长 来针对小弟的意见 做一个回复 第一个就是纾困的方案 不论是中央或是地方 白白走 很多的我们长辈 或者是一些居民们看不懂 不论是开电视上 或者是这个手机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他们很担心会延误到他们的权益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不晓得市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 这个茂林区公所的区长 跟代表会非常地关心 我们所谓的地方的一个 所谓的防疫 身心的健康部分 所以他们特别利用早上 就是每一到周日都每一天就对了 早上的八点 一直到下午的四点 分别是有七公所跟代表会 值班 轮流值班 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 小弟非常地感谢他们 但是还有一个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所谓的空 那个漏洞的时间 就是下午四点以后 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八点之前 这个怎么办 因为有很多在防疫期间 很希望能够到原乡 波罗区 透透气的人 大有人在 他不一定是在上班时间 或者是假日 也会利用这个时段 偷跑 那我们公所或代表会 没有充分的经费 去调派资源的情况之下 应该如何因应 第三个 那防疫期间 这个因为现在是正此 枯水期 河川的那个水位 非常的低 几乎低到 连这个膝盖以下 都可以出来了 都可以看得到 因此会造成很多的一些游客 大型小型车辆 直接长驱直路到 不知名的地方去 那这样子的话 它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危险 比方说 这个水质安全的部分 因为那个油 机车的油 有时候会漏很多的这些机油 或者是说 他们所带来的垃圾 不管是他们带去的 或是他本身的废弃物 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 大自然的 那个 环境的影响 但是没有人去管 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最后一个是 在这个防疫期间 游客进出平房的当中 不论是白天或夜晚 都会骑奥巴 那种车子都是改良过的 病床车也好 那声音非常的吵杂 也相对的会带来很多的污染 那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办 因为百姓已经很不耐烦了 甚至于他们要求我说 是不是应该给他封啊 不让他们进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师傅单位 不晓得是哪个部门 可以应应 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回应给我们 好让我们跟居民们 请跟他们做一个说明 以上这四个简单的答案 麻烦市长看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应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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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原住民地区所有的纾困 我会责成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然后以及金发局 直接到茂林 桃园 纳马夏 直接面对面 跟你的族人报告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经费的问题 我会责成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跟茂林区来洽谈 在防疫期间 要多再调度多少钱 这一点我们也愿意 我们来面对 谦虚面对这个问题 帮茂林区 甚至包括桃园 跟纳马夏 第三 虽然枯水区环境污染 以及晚上噪音 甚至衍生了 有没有环境治安的问题 我会请警察局 责成所有茂林区这边 这个风景区 晚上摩托车 请警方来加强取缔 还给居民朋友一个安静的环境 那应该很快 原住民委员会跟金发局 相关的部门 就会到茂林区 做一个专案报告 而且也绝对不是光茂林 还有包括桃园纳马夏 再者 我最担心原住民朋友 很多东西只会生产 不会贩卖 所以我鼓励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针对我们原住民区 所有生产的这些产品 农作物等等 主动跟一些生物科技 或者这些原材料的股票上市公司 我们直接写信告诉他们 还有一些大厂 我们直接告诉他们 我们有这些 那这个就可以帮原住民朋友 除了生产之外 还有一个销售 这个才真正能够在经济上 不光是现在 疫情过后 让原住民朋友的经济上 能够得到某一种程度的改善 所以让我们难以接受 例如爱遇 这么多的爱遇 每一次卖就头痛万分 这个将来我们要考量 怎么分散他们的经济作物 还有一个 帮他们卖 这一点我都已经交代了 特别跟范远员报告 谢谢 接着我们哪一位议员要发言 林雨凯议员请发言 好谢谢